就起床了 就起床啊 掉鞋子把鞋子放这里红一红 鞋子给我放着红一红 好不好 冷啊 早上我们吃玉米鸡蛋 好久没煮玉米鸡蛋了 你要出去买了几个包子回来了 绿的早上要丰富一点 好久没吃这么丰盛的早饭了 大猎八 昨天吃一下感觉不错 嗯 我觉得大猎疤最经典的就是它那种核桃加葡萄干的 坚果猎疤 坚果猎疤 这盆着昨天在超市买的 好看吗 好看 除了都跟猎疤特别笨 狗子在这里晒太阳 你那早要过来这里坐着了 好傲娇 是不是坐在这个位置 特别的霸气 老大的位置是不 好丰盛的早饭了 好久没吃这么丰盛了 有没有 要吃好一点 要吃 还注意饮食 注意饮食 老师这天胸口突然间有点疼 刚好旁边有医院 还去造了个心电图 造了心电图出了我两管血 出了两管血 心电图造了我没事 突然间有点疼 然后走到医院又不疼了 所以测那个心电图又不准 是吧 对 他说你的胸口疼 一定要在疼的时候去测一下 那样的话 他能检测出来 具体的波动 就是检测出来到底是啥问题吗 可是走到医院他都不疼了 所以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规律跟休息规律会好一点 抽了两管血 然后检查两种酶 还有什么蛋白之类的 有两项比较偏高的 医生说是有点心肌损伤 所以还好就是片栗脂不是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饮食 注意休息 对 最近有点不规律 特别不规律 吃饱一点 还是要规律饮食的 他说反正注意 有什么不舒服的 就及时要去医院 我想到内地的话 我们两个再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你到内地再查一查 大医院查一查 对 到内地 因为这边毕竟小 昨天我们是到了麻烦寺 麻烦寺 今天这个体育馆这里 早上一大早 我就要把火给打着 这边真的是要滴水成冰 滴水成冰 在大白 突然六大一圈 我们的时差要调一调了 晚上因为这边的话 人家都是12点钟就吃饭了 我们待会也早点去买点菜啥的 青海的气温 比新疆还要冷很多 过两天的天气很吓人 都是零下个16度18度这样子 反正最低的气温都要 最暖和的话 也是要零下个十几度呢 所以说这边特别的冷 我们的车子啊 我怕在这边会受不了 我们打算呢还是要早点出去 先去买点菜吧 那先玩一圈 玩玩一圈去买点菜 拜拜 拜拜 玩一圈 玩一圈 这边洗不了澡 给大白酥干嘛 这边太冷了 也没宠物店 有宠物店也不敢洗 太冷了 洗还可以感冒了 感冒了就 大奶好的地方再给你洗 洗香香 给我个白眼 他轻一点打结了 我们到这个泰沙去买点菜 你看这边离新疆比较近 也有好多的米兰的原藻 新疆的灰藻 其实米兰的原藻 一般都是说的是若羌的 如果说是新疆的灰藻 一般都是若羌以外的 可能是阿克苏带 或者是和田那样那边的 它颜色还挺深的 看着还不错的 若羌灰藻 一斤了 这边说一斤了 不是一公斤了 这一斤十六 这一斤 贺基藻一斤十六 这贺基了 那这个米兰的呢 米兰的这个走是十五一斤 十五一斤是吧 进来看看 枸杞呢 枸杞 你看新海的枸杞 米兰的特级走也到了 米兰的特级走也到了 下午到了我时间了 这个走到了一百八十多斤 这个是特级的吗 这有点像一级的 特级跟一级 不是这是一级的 特级的没到 这一级的 一级卖多少钱一斤 十四 十四一斤 十四一斤 最好的是最贵的 八十一斤 八十一斤 这可不是公斤了 我都没转变过来 大 就大呗 是越大越贵吗 那里的青海 哪里的产品 它是品种也不一样 这个口感也不一样 这哪里的产品 这个是 戈尔默的 戈尔默的枸杞 是比较多的 好大 嗯 枸杞 小辣椒 分明叫小辣椒 叫小辣椒 是吧 八十一斤 哈哈 我们到这个话头购的鸡猫市场 买点东西 买点菜 别 都买点菜了啊 上次我们在米兰的时候啊 那个菜场比较小 所以说就菜就买的少了 啊在这边我们多捅一些 这个是薄皮的 那个是纸皮的 那个是纸皮的 这个皮要薄一点 啊 这个好白啊 有没有 嗯 这个厚的 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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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看了 先买菜了 好 先到这边买点菜去 哎 这个市场也不大呀 没有什么 蔬菜啊 这边的 这个店都比较小啊 买点菜 多多说少都得买一些了 你看一下吧 老板 生菜给我买的 生菜 嗯 生菜 5块钱 5块钱 拿个生菜吧 拿个生菜打火锅 拿两个 用一菜打火锅嘛 别看到这种斗制品 就走不动路了 这种斗制品 这是什么斗制品 买来的 这个油泡泡 在新疆 真的还没预告过呢 新疆市内油泡泡比较少的 这是青海的 啥都有了 对 拿这个 拿一点好了 呵呵 各种斗制品 对 买了一大袋 蔬菜 这里一共三十 价格 还好吧 价格 好像青菜的话 5块钱 5块钱一斤 挺新鲜的 我还以为5块钱一公斤 哈哈哈 5块钱一公斤就便宜 新疆不买5块钱一公斤吗 真的啊 你别说新疆卖的还挺便宜的 对 新疆这些物价说实话 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哦 按公斤啊 主要是 哈哈哈 走 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肉啊 猫牛肉啊 猫牛肉 这有一家专门卖牛羊肉的 看一下青海这边牛羊肉怎么办 这一只腿 啊 这一个腿一个腿的 看着挺瘦的 嗯 看着也不错 这羊肉比较瘦 嗯 老板呢 啊 只有羊肉哦 牛肉呢 老板呢 老板 嗯 这个羊肉怎么卖啊 38 38一斤 38 76一公斤 这都是几栋的是吧 这都是西乡的 今天早上宰的 今天早上宰的 没有冻 没有冻 没有毛牛肉啊 毛牛肉有没有 毛牛肉有毛牛肉干 毛牛肉干 看一下 看一看 新鲜 今天啥的 新鲜 38一 要羊腿还是要羊排 有没有羊前腿 羊前腿 在那儿了 我给你弄一个 前腿大概有几斤 两斤 两斤啊 可以 弄个羊前腿 弄个羊前腿好了 哈哈哈 那羊前腿 这下的羊肉比较适合 看到没有 嗯 它比较瘦 它大了 怕我们冰箱放不下 再带个羊子呢 这也是羊子啊 新鲜的羊肉是比较瘦一点 这边啊 对 新鲜那个 新鲜的是 对 新鲜是比较肥一点 新鲜好吃啊 新鲜的好吃啊 新鲜的好吃啊 都一样 都绵羊嘛 都绵羊嘛 哈哈哈 山羊 这边会瘦一点的 哇 瓶子不一样 哇 哇 这个小前腿不错 哇 漂亮 那个小前腿 要不再来一只啊 哈哈哈 老板 把两只小前腿都搁这个肉了 哈哈哈 要搁两个小前腿 这么瘦的这个肉了 两个人 刚好一个小前腿是吧 对啊 可以 你看这这羊肉 哇 好瘦哦 新鲜的羊肉 它适合来烤串 好吃 嗯 新鲜的羊肉呢 适合你做那种白条手抓呀 对 直接砍开手抓就行了 因为一点 什么肥的都没有 对啊 哈哈哈 你看你口水都流了 新鲜的羊帮不下了 两个小前腿 新鲜的羊肉还买的半只羊的 哈哈哈 可以吗 176 176 然后是4.64斤 可以可以 你剁不 剁吧 剁吧 剁小块 剁成手抓的 嗯 好吃 这是做手抓吗 嗯 我们这个就是一块手抓 对 好 他们就是剁成手抓的样子 嗯 一只腿放个袋子 香蕉两块 要买了两个羊腿啊 哈 之前 两年前路过的时候 也是在这家店买的 是 之前吃的 觉得挺好吃的 哈 就特别适合做手抓 直接用清水一煮就可以了 它没有肥的 啊 它也是那个羊娃子肉 嗯 在新新疆的肉呢 他们就是 因为在新疆本地嘛 新疆本地人呢 你就是比较喜欢吃肥的 如果说你不肥的话 你还不要 对 那个肥的烤的好吃嘛 新疆喜欢吃烤的 这边喜欢吃手抓 在新疆啊 一只全腿的话是两公斤 嗯 然后在这边的话 一个全腿的两斤 是一公斤 哈哈 两斤 他们这边就按斤了 对 对 它比新疆羊肉要富有 对 为什么呀 就因为肥有少吗 有可能吗 它肉比较紧实一点吗 有可能吗 嗯 贵不少了 什么东西啊 你都这么多